你看看你这坑闹的 要不你不留一段你49块9去买一份试试 不好的话啊 不好的话你来直播店来找我来义工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雕色吧 你平时就是穿这个码 对你平时穿什么码就拍什么尺码 因为我们这个尺码是标准码 还有那个义工要是雕色 要是质量不好 我给你出那10块的运费钱 你看行不行 这种品牌的东西如果出现这种最接触的 最基本的一些这种问题的话 我觉得这个店就没有必要再开下去了 知道吧 而且如果说就是我们大家买回去之后雕色 你说我在直播店还能继续这么一直卖吧 那不大家都跑到我直播店来怼我来了 我还能继续卖这款吧 老铁 反正你们信呢就去下单 不信呢就拉倒 这东西是吧 咱是不是强买强卖 你信得过你就去下一单 你觉得性价比可以就下一单 信不过呢那就拉倒 对吧 我就把好的东西推荐给你们 自己就是去判断 那裤贼舒服 就你老好评吧也不管用 你看你好评人家一看你的名 表姐的亲弟 人家还以为你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来啥 同款紫色 人家以为你是拖 知道吧 就像这种啊 就像那种至爱的 还那种钻粉啊 对有的不知道囤了多少份了 我真的都数不清囤了多少份了 因为有的宝宝是新 其实像我们的义工啊 是新朋友不太了解 就算是我们的一些朋友 可能级别刚刚采 新粉二三或者铁粉的 那应该都是对我们直播 一些很多老粉丝都清楚 大家都有通过这款内裤啊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巴虾的 好不好你就 特别是那个叫义工的宝贝啊 IT义工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毕竟是第一次来的 表姐持播间嘛 对不对 从来没有拍过什么产品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内裤入手 先拍一份试试看 啊 就是 就拿试个水嘛 就当 不行的话实在是 你如果质量不好 哪怕是下水之后掉水 掉色 你也可以是退的 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 支持七天五六推翻 我像你说的那种 退色整问题的话 啊 直接就是给你退钱 连裤子都不用你退回去了 是吧 你就可以试一下 你就可以试一下 在表姐值边拍的东西 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吧 不好的话以后再也不来 关注都不用点 就这么简单啊 来最后再给大家谈一步 这样我们就过掉了 你的名字 在哪都很受欢迎呢 嗯 因为可能是 呃 你的前面这个 这个这八十八比较吸引人嘛 是不是 你这八十八的话 就比别人要newbie class一些 你知道吧 一看你这我就知道 你是经常在上面买东西的 所以说我就很欢迎你 知道吧 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我们我们主播一看到你这种 你这前面带八十八的 就知道你这是叫什么 常客 所以欢迎你呗 受欢迎呗 实在不 嗯 买了六个 嗯 买了绝对不上当 还有要拍的没 这个内裤啊 你名字 有没有特殊 也挺特殊的 三星水果超市 反正我一看见这个 我以为你是水果店的老板 一看这边就感觉是卖水果的 水果店的老板 那你是当时怎么想的 取的这个名字呢 你不是卖水果吗 你之前不卖水果吗 快点这个再给大家走一波 我们就播掉了 然后给大家秒一下我们的那个五宝茶 谢谢关注 谢谢青青 笑堂 谢谢所有来的直辟的宝宝 下午好 你们都吃月饼了没 我一年淘宝也好几万的卖过水果 啊 啥意思啊 你是在淘宝上卖水果还是什么意思啊 腿上的丝袜是哪一块 我看一眼啊 腿上的丝袜是新陈系列的 我看上挂在几号链接了 在我们的三十一号链接 乖乖 三十一号链接 我穿的是个换紫色 啊 新陈系列 它是珠光类型的袜子 3D戴脚型 不戴脚件加护的 我穿的是个换紫色 明天吃是啥啊 明天吃月饼 嗨 你吃月饼还费得要明天吃 今天就不能吃啊 哦 你以前开过水果超时 又取了这个名字 反正我猜你估计肯定就是跟 开水果店啊 或者卖水果肯定是有一定关系 那边都送人了 你没给自己留一份啊 那你到底是吃了还是没吃吗 嗯 你那个可以改哦 水果超时 你前面的这个名字是可以改的 就是你注册的是那个后台的那个名字 不可以改 但是你这个可以改的 好像是半个月可以改一次 这个名字可以改 随时可以改 像我们直播间 很多粉丝经常喜欢的名字 那种方便去跑骚了 就一天都可以改好多次好像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以改的 你想改的话可以改前面的这个名字 你这样逛到别人直播间的话 就可以不是这个名字了 但是你后台我们显示的话 还是你的那个名字 三星水果超时 但是你在直播间上面公屏上的名字 是可以改的 自己留的便宜的 这孩子 好多送人了 自己吃便宜的 要不你就去超市买一两个 去超市买一两个 稍微贵一点呢 你也不能亏待自己呀 这颜色怎么穿了跟没穿一样呢 我天哪 那恨不得我这紫色的腿呀 你要说肤色穿了跟没穿一样 还在夸我们的这个袜子 你这紫色你弄我穿了跟没穿一样 损不损 这手机有毒 滑过来就滑不动了 还滑它干啥 坐下来呗叫官 歇会呗叫官啊 别滑了 坐下来喝口茶 落两块钱的再走 5号链接的这个内裤 最后再给大家谈不叫 我们就取消了呀 5号链接的内裤啊 原价49块9 要拍的话 我公平上去领一个 我们20的优惠券 到手只要29块9毛钱 29块9毛钱 三条装的啊 别拍错了 直接去选颜色 选尺码 冰丝面料 猫人内裤 领完20的优惠券 到手只要29块9毛钱 大尔 要按我们老家那种的话,你周边那一圈都得去送那送多少月就出去啊 牛奶都买了十项,你是在这做甚哪 你送亲戚还是送铃区啊,你是送亲戚吧 老年人是周边有关系啊,没关系啊 明天给你加个月饼,你跟谁 谢谢我涛哥送来的舞台,圣典舞台,谢谢涛哥 你给我加月饼啊 关系好 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谢谢我涛哥送来的舞台,摸摸哒,谢谢涛哥 破废了,涛哥 谢谢,谢谢 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像那天老奶奶老爷爷那个口中,你就是别人家的那个,你看,去外面挣了大钱了,是吧 谢谢弟弟,去外面挣了大钱了,有出息了,你看回来,又有孝顺的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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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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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搭一下吧 你也要喝奶 好啊 过来面给你上 别着急啊 乖乖啊 来给大家上一个好东西 这个也是你们男生需要的啊 49号链接 我上次49号链接了 我们一个那个叫 男神无宝茶 是这样的 这样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 它这个净含量的话是300克 这一盒是300克 一包的话是10克 总共是有30包 它是干啥用的啊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面是个什么样的 无宝茶 有人知道的吗 有没有知道的 这样是独立的包装 这一包的话是10克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 然后总共里面是有30包 里面都有些什么成分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茶呢 有点类似于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在这边 给大家秒过 那个叫 养完蟹的养松茶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记得吗 那一款 记得吧 这个我们类似于这样的啊 它是属于提到一个 就是说 哭气 养血的一个作用 它里面也添加了 有那个黄金呀 人参啊 我给你看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成分